各位亲爱的职工总会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早上好。 今年,人民行动党庆祝建党六十周年,这一路来并不容易。 行动党带领着新加坡从殖民地到独立,从第三世界迈进第一世界。 一个月前,我们相聚在当年建国的礼堂,维多利亚音乐厅,庆祝这个重要的里程碑。 虽然地点相同,但是六十年后,室内室外的一景一物都已经金飞细笔了。 同样的,我们现在聚集着这个大厅,在五六十年代,这里是一整片的橡胶园,附近还有踩沙场。 不过,现在已经重新发展成一个商业活动中心,见证了新加坡的转变。 这六十年来,新加坡经历了巨大的改变。 人民行动党在这些种种的改变和提升起着关键的作用。 当时五六十年代,动荡时期,人民对前途感到茫然,对国家不敢有所期望。 不过,行动党坚信只要努力拼搏,就有生存的机会。 在那动荡不安的时代,行动党负起了领导和治理国家的重任,誓言要为人民争取更美好的生活。 行动党不畏艰辛,勇与开拓,为国家、为人民找到了出路。 人民相信行动党,选择把未来交托给行动党。 这些年来,行动党和人民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判约了一个又一个高峰。 行动党坚守了建设国家,捍卫国家的岗位六十年了。 我们没有辜负人民的责任,也履行了当年许下的承诺。 新加坡的成就,就是党和人民一起努力的成果。 所以,党的六十周年,应该纪念也值得庆祝。 我要感谢任劳任怨的多位老党员们。 你们为行动党,为新加坡的蓬勃发展,垫下了稳固的基础。 您们的牺牺牲和无私的奉献,我们无法意义报答。 不过,我们会珍惜前辈们的辛劳付出, 竭尽所能带领新加坡继续创新高,继续履行承诺。 建设一个国家并不容易,不然世界上不会只有一个新加坡。 我们不但要确保国家维持稳定,在国际社会受到认可,人民三餐温饱。 还要不断制造新的机遇,让新一代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要让新一代有信心,我们可以做的,明天会更好。 我们还要不断努力。 因此,行动党与时俱进,不停地为新加坡创造光明的前途。 我们的治国理念没有改变,不过我们不断地更新和调整策略, 配合时代的改变,配合人民的需求,配合世界局势的演变。 在建国的现阶段,我们的新策略就概括在去年我们推出的前进新路径, 加强三方面的政策。 第一,做好扶贫继困的工作,以维持社会的凝聚力, 确保社会不走向两极化,设法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同时帮助他们购买组,使他们拥有更多继续和资产。 其实是相当可观的继续和资产。 第二,通过制度化的普助措施,加强社会安全网, 使老百姓的生活更有保障。 第三,确保一个开放的体制,增加社会的流动性, 使到各个阶层的人民都有机会提升。 我们已经在这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了。 我们从医疗保健、教育、防务方面都着手了, 针对人民的需要,采用人民对人民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 例如,建国一代配套,不只帮助建国一代, 也帮助他们的家人减轻家人的生活负担, 尤其减轻家人的医药费的负担。 所以,建国一代配套,是为建国一代设的, 同时受益的,受责的,是所有的新加坡人。 还有,我们现在开始了Skills Future未来技能委员会的工作, 为了帮助大家提升自己, 不单靠文凭,也凭着实际的经验, 让在智的工友有更多的就业选择, 有更多提升的机会, 更能够面对国际竞争。 在新的环境下, 我们也修改了行动党的党章, 更明确地指导在新的阶段行动党采取的策略, 激励我们更努力为新加坡人谋福利。 虽然策略改变了, 不过我们会继续坚守原则。 先有国,才有家。 行动党将继续维护新加坡人的利益, 不让其他人或组织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安全。 行动党会保持清廉, 杜绝贪污行为, 确保新加坡的国际声望永远不受损坏。 我们会维持一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 让每一个国人都会受到公平的对待, 都能够继续弘扬自己的种族的文化, 能够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 我们会维持任人为贤的体系, 只要国人付出努力, 无论家庭背景都有机会出人头地。 行动党一定要继续维护新加坡的安全, 规划新加坡的未来, 照顾国人的福利, 继续为人民服务。 我们不可以轻易辜负人民的委托, 我们不可以随便挥霍人民辛苦累积的资源。 我们不可以把人民给予行动党的支持和信任当为理所当然。 行动党的宗旨就是守护新加坡。 我们不信口开河, 我们说得到, 做得到, 身体力行。 不只用口, 同时也用手动手, 用心, 用时间和资源, 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为与筹谋, 为下一代留下足够的资源, 避免对他们造成负担。 我们相信, 新加坡人有毅力和能力, 让新加坡更成功, 更繁荣。 就像建国一代那样, 赤手空拳打造了今天的新加坡。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条件和机会, 比建国一代好得多。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赤手空拳了, 我们更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更有义务把新加坡做得更好。 距离下一届的大选, 最多只剩下两年左右的时间。 行动党要实现为新加坡所制定的愿景, 务必赢得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让他们再一次委任行动党, 继续领导新加坡。 我呼吁同志们, 大家绝对不能放松, 大家绝对不能轻敌, 大家绝对要有信心落实我们对人民的承诺。 领导国家的权力是必须争取的, 千万要记得, 政治也是一场斗争, 是理念的斗争, 是意志的斗争, 是领导的斗争, 是决定生死的斗争。 我们要让我们的美梦成真, 就一定要斗争, 赢得新加坡的信任和委托。 大方向我们已经拟定了, 党纲已经修改了, 现在就要靠每一位同志, 体现新动党的价值和理念。 无论在总部还是在支部, 无论在选区里, 或者是在社区里, 或者是在社会团体里。 同志们, 你们都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要成功, 我们全党必须 同一条心, 互相共勉。 我相信下一届的大选 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行动党是为了新加坡而斗争。 所以, 我们一定要拿出勇气, 拿出决心, 不怕困难, 站好岗位。 与我们投选出的党领导, 肩并肩, 脚大师弟弟, 为人民服务。 让行动党一直可以在人民的左右, 继续与民共进, 创造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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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